企业分析与诊断架构 就公司经理人呢 他本身是有责任在企业环境中 取得实体及财务资源 以及使用资源 来创造公司投资者的价值 当公司呢 有投资引语的时候 他本身将会创造公司的价值 经理人呢 在制定经营策略的时候 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达成企业的经营目标 他则将经由企业活动移以执行 而企业活动呢 他本身会受到经济环境 和企业策略的影响 使经济环境呢 包括了产业环境 投入和产出的市场 以及营运的规定 而企业策略呢 则决定公司的定位 以拥有其竞争的优势 是否则决定公司的定位 在制定的讯则决定公司的定位